好2024花的开心贡物节第一次抽奖 10月29号晚间7点直播举行 那么短短4天登录金额超过了2000万元 市长魏佳燕跟圆柏花莲店长黄永芳 现场抽出了25名现金奖得主 那么第二阶段活动因为台风而延期两天 改到11月6号的晚间7点来抽奖 民众还有多两天机会可以消费 那么市长魏佳燕也欢迎大家踊跃来购买 提升商机又能够抽大奖 10月25号到10月28号四天的登录期间 共发出了7万多张摩彩券 消费金额超过2000万元 2024花的开心购物节成效相当惊人 10月29号晚间7点钟第一阶段抽奖 由市长魏佳燕和圆柏花莲店的店长黄永芳 透过直播现场抽出了现金奖项 今天是我们第二届花的开心购物节 那其实在活动的时间是10月25号 一直到11月3号 那我们总共的第一阶段累积的 我们抽奖券是已经达到了我们70,800张 那累积的金额大概有2000多万余元 那在这边其实今天会抽我们现金奖项 那第一名是我们3万元 第二名是2万元 第三名是1万元 那在这边也跟我们所有好朋友们说 在得奖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在一周内通知你 来花莲市公所这边做一个领取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没有得到奖项的好朋友们 没有被抽到的好朋友们也不要灰心 第二阶段的部分有家电的这个部分 有iMac啊 有扫地机器人啊 有很多很多的非常好的精美的一个家电 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到我们三个地点 投放以及月换我们的所有的抽奖券 那再次的恭喜我们所有所有的得主 谢谢大家 我想振兴花脸你我一起做起 24位现金得主和一位市长加码奖顺利抽出 得奖名单会公布在市公所的网站 工作人员也会用电话通知得奖民众 接下来第二阶段因为台风的影响活动顺延两天 改到11月6号晚间7点抽奖 民众还有多两天的机会可以消费 只要消费满300块钱就可以换取一张摩彩券 第二阶段的奖项是各种三系列的产品 市长温家彦欢迎大家踊跃购买提升商机 又可以抽到大奖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